Yo 欢迎来到Undo的视频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特雷扬一代的实战测评 在测评开始之前 是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千万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或者关注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视频更新 顺便问一下大家 你们觉得这双鞋颜值怎么样 可以0到10分给它打个分 就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它的颜值非常高 尤其是我手里的这个配色 在说鞋之前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鞋盒 看上去没啥特别的 普通的翻盖鞋盒 上面写了点字 但不知道为啥 看到这个特雷扬的logo 就让我感觉莫名喜感 尤其是当我把鞋盒翻到背面 一个阿迪的logo 一个特雷扬的logo 你们有没有发现 特雷扬的logo特别像阿迪王 真的就感觉有点搞笑 就像是把阿迪和阿迪王放在了一起 这个就莫名戳中了我的笑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 好了一个无聊的小吐槽结束 话不多说我们还是来看球鞋 首先在脚型适配上 这个非常少见的球鞋结构 就让它注定只适合一部分人的脚型 它的鞋面采用了这种织物材料 非常坚固 然后周围做了一些皮质的补墙 在这个配色上 这些灰色的部分都是真皮 老观众应该都知道 我对于这种真皮的小点缀 还是比较喜欢的 质感不错 而且闻起来也是真皮的味道 在石码上和大多数 我穿过的一些一样 都是偏大半码的 我平时钩子都穿44.5 这双我选的也是44码 不过大家也看到了 球鞋大部分都是封死的 也就是说它里面的空间是固定的 只有脚背这一块是略微开放的 不过这个材质 也真的没什么弹性可言 它又想做这种一体成型的鞋面 又不想花像Next Level鞋面上面 那种Prime Knit材料的成本 然后就搞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一体式 还非常尴尬的 搞了两对鞋带孔 由于这个脚背处的设计 首先高脚背直接就pass了 因为你根本就穿不进去 而这个地方 它里面的高度是固定的 所以就算你脚背不高 穿进去也依然很困难 同时你穿进去之后 脚背上面还是有多余空间 这就是为什么这里还要搞两对鞋带孔 而抛开脚背这块 整双鞋的鞋线处理 其实还是不错的 从侧面看 前掌的流线型非常贴合 脚背前部以及脚趾 上脚之后 上面没有多余度空间 而且两侧的宽度 其实也属于中等 所以它就只适合中等脚背到低脚背 脚又不是太宽 也不是太窄 脚趾不能太肥 也不能太瘦的人穿 只有当你的脚型合适的时候 才能体会到不错的包裹感 这么看来我运气还不错 选对尺码之后 整个鞋楦给我的包裹感受 还是挺舒服的 而至于足弓还有底楦 那侧足弓这中底做了上翻 鞋垫在足弓处也没有隆起定位 所以上脚之后 只能感觉到微微的足弓成脱 至于底楦完全就是靠阿迪的纸片鞋垫 它采用了很薄的泡沫材质 而且很快就会被踩扁 不会恢复形变 这样在你穿着一段时间之后 也是可以踩出你自己脚底的形状了 所以底楦也是可以达到一种适配的 来到动态性能 首先还是看跑动中的表现 它的中底非常明显 前低后高 前掌非常薄非常贴地 这个后高呢 其实也没有它看起来这么高 只不过是相对于前掌它比较高 穿进去之后 你的后跟脚底差不多是落在这个位置 在中底材质上 它采用了全掌的lightstrike 后跟是一块大大的boost 在后跟这儿 这个boost其实是上下贯通的 上面的这些lightstrike 只是外壳 并不是踩在脚底下的 在后跟的中底部中间 甚至还开了一个洞 可以直接看到boost 然后呢 它的外底也采用了分区的设计 而且它的轮廓 还有外底的这个平面 都有着明显的起伏 很显然也是使用了天足的概念 不过在跑动中 除了非常明显的前低后高之外 后跟和前掌的脚感 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 在这双鞋上 lightstrike的调校依然比较硬 前掌几乎没有任何的反馈可言 而后跟的boost就显得非常活跃 它不光做的比较厚 后面还往外突出了很多 在初级后跟到脚尖的过渡中 有很明显的割裂感 不过稍微磨合一下之后 会有所改善 而且它比较适合 正常到偏内翻的步态 因为在足弓这里 外侧足弓这儿的鞋底 要更靠近地面一些 所以如果你的步态 能把外侧的外底压在地面上 这个过渡感就会特别平顺 而如果你的足底立线 走的是内侧的这一条的话 这种啪哒啪哒的拍地感 就特别明显 然后在前掌天足的概念 的确可以给个好评 场地感非常好 而且触地感受特别自然 尤其是前掌内侧的这块起伏 还有中间这一条引导弯折的凹槽 让它的前掌 在各个方向的启动时 都比较丝滑自然 启动速度也很快 但是来到后跟就是another story了 它和上期侧后的AGR一样 都是比较软的中底 加上上面一个比较宽 比较硬的底座 不过这双鞋后跟这一块材料 太独立了 中间有这么大一块的挖空 而且内外侧特别对称 没有做额外的力线控制 在正常的直线跑动中 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当你在做一些后跟 侧向着地的动作时 尤其是力道比较大的时候 这个后跟就非常的容易扭转 特别的活跃 这个位置的抗扭转性能非常弱 其实这双鞋也是有着 阿迪祖传的大面积X型抗扭片的 也有延伸到后掌 并且它放置的位置是贴近脚底 在中底部的下面 但从它后跟的表现来看 这块抗扭片在后半部分的强度 明显太弱了 尤其对比我最近刚测过的鞋 比如说上期的AGE 以及上上期的亚瑟士两双鞋 这双特量衣带在这一块 还有这一块的支撑实在是太弱了 而且这个像四面八方突出的大屁股 一触受力 对于其他部分的拉扯特别强 制动力度大一些时 脚跟甚至会在后跟的两侧滑动 而说到阿迪祖传不跟脚这事 这双鞋其实挺跟脚的 但这也只限于正后方 它的后跟的这个地方坐得比较高 然后整个后跟也是往里面倾斜的 在当我把鞋带系紧的时候 它是完全没有不跟脚的 不过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 这双鞋的鞋带很难系紧 两个动态鞋带孔 你们懂的 怎么可能系得紧呢 再加上是这种比较滑的鞋带 不过看到这个结构 老粉又应该知道应该怎么做了吧 穿阿迪鞋的必备技能 自然是要在最后一个鞋带孔处穿两次了 穿一次肯定是不够用的 稍微跑一会就会松 需要重新调整 而只要穿两次就可以一次性解决 保证你后跟的正后面不出现滑动 不过刚才说的左右两侧的滑动问题 还是没法完全解决的 而在鞋带这方面 这双鞋还有点意思 就两个孔还给你玩出了点花 除了这种传统鞋带 它还配了一个更短的鞋带 然后搭配一个鞋带扣提供锁定 有一说一 这个感觉还挺好看的 你们觉得哪个更好看的 我个人是更喜欢这个的颜值 不过尴尬的是 这个短鞋带它就没有那么长 不够我穿两次 而且这个鞋带扣 必须得搭配比较厚实的鞋带才可以 这种普通鞋带加不紧 说的有点多 再汇总一下它的跑动表现 正常跑动立线控制是没问题的 我在打很长时间之后 足弓也没有任何的酸痛 不过它非常不适合 后跟在不同角度的制动 而在直线跑动上 如果你是正常到偏内翻的步态 它会让你跑得非常舒服 并且如果你习惯全脚掌跑法 或者是前掌跑法的话 感觉可能会更好一些 因为这样你就体会不到 后跟和前掌这种不同材料 带来的过渡中的割裂感 然后来到横移表现 在这一块 它的表现好不好 完全取决于 这双鞋的鞋楦和你的脚型 能不能达到很好的适配 整个前掌周围 没有多余空间的情况下 它的前掌表现是非常不错的 内侧由于这个天足的造型 侧向登地感受很自然 在侧向的抓地方面 它的前掌使用了大面积的人字纹 而且人字纹的指向 是非常适合侧向登地 以及后车步的 在室内木地板的表现 还算不错 但是会有一点点的制动距离 同时外底非常意外的 比较容易吸灰 相对来说 还是需要比较频繁的去擦鞋底的 然后外侧支撑给的也很足 橡胶上翻中底上翻 还有这些真皮的补墙 这个鞋面强度也是非常高的 不会出现拉伸 另外它中途抗扭转的刚性适中 可以在侧向登地时 很好的配合你的脚步 从而达到一个整体比较好的中段 以及前掌的锁定 但如果它和你的脚型不适配 前掌有的多于空间 它在横移侧向登地时的前掌锁定性 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拉胯 另外一个问题呢 还是后跟这儿 两侧很难给到我比较好的支撑 后跟总是往两侧有着轻微的滑动 而让我最不爽的一个场景 就是当我做一个crossover 比如说这只脚登地之后 要交叉步 脚成这个姿态落地时 后跟这儿就会出现这种扭动 然后这一块鞋面 就会被带着往外撑 这时里面非常坚硬的TPU港宝 就会直接搁到我的脚踝骨下面 每次打完这个位置都磨得很难受 有一次甚至还磨起泡磨破了 不过要是有人飞翔杠 说特雷昂平时要戴护槐 这双鞋是为了配合特雷昂 平时戴护槐来设计的 那你当我没说你开心就好 不过前掌的这些设计 以及中底超低的重心 也确实挺适合特雷昂本人的 因为他就经常用前掌 做各种变相以及后撑步 在弹跳表现上 这双鞋只适合各种前掌起跳的动作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特雷昂本人 经常用的hopstep跳投 就是双脚前掌触地 直接跌起来投 后跟不着地的 而对于one two step急停跳投的话 由于需要有一个后跟的剧烈制动 而这个后跟的稳定性 还有后跟处的抗扭转 是完全不行的 另外这双鞋非常不适合双脚起跳 因为后跟制动那一下踩不住踩不稳 这里还会出现非常大的形变 会产生特别严重的泄力 我穿它做双脚起跳的扣篮 表现就非常差 单脚跳的话 由于前掌的反应性 还有中底的过度还可以 表现还是让我可以接受的 至于落地缓冲 前掌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缓震性可言了 而且前插的tpu 直接放在中底部的下面 踩上去甚至是有一点个脚 另外lightstrike这种材质 你们也懂的 缓震回弹都不太行 这样的前掌缓震 也使它只适合比较软的塑胶地 或者是室内的木地板 而相比于几乎直接踩地的前掌 后跟却显得缓震过剩了 这个也是比较矛盾了 特利亚本人的打法 也很少依赖后跟的缓震性 而我的个人体验也是 这块boost 除了静态下后跟 自己踩着玩挺爽的之外 对于各项的运动表现 也都是起反作用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 非实战性能的部分 先称个体重 44码 单只居然达到了449克 对于这种超低帮 明显是超重了 而且它的实际体感 也并不算轻盈 前掌还是挺轻便灵活的 后面这一块实在是太拖沓了 做动作非常泄力 然后透气性也比较差 整个鞋面都是缝死的 没有透气孔 鞋面材质的透气性 也特别微弱 在耐久度上 外底应该还是挺耐磨的 橡胶比较厚比较硬 前掌是粗大的人字纹 后面是圆圈纹 鞋面材质也不会有 很明显的变松 不过前掌 Lightstrike上翻的部分 踩多了肯定会被撑开了 可能会对前掌的支撑性 以及锁定性造成影响 在缓震上 后跟不用太担心 boost还是很耐用的 但是前掌嘛 它默认已经给你 做成了板端的状态 摔不摔减 好像也没什么所谓了 性价比感觉就没啥可讨论的了 毕竟我不会推荐 性能上也完全没必要购买 不过定价上可以分享一下 还有这双鞋在国内的发售价 还有这双鞋在国内的发售价是多少 有知道的可以发一发 大家细品哈 最后简单总结下 这双特雷扬一代 鞋面结构设计 导致它非常的跳脚型 脚型合适的话 会给你不错的包裹感 以及锁定感 脚型不合适就直接免弹 甚至有可能连穿都穿不进去 另外性能上优点是前掌中心低 天足概念的加入 也使得前掌做动作比较流畅自然 而设计上的败笔 就是它这么大的一块大屁股 在这个位置抗扭不佳 会导致脚跟在后跟的两侧出现滑动 另外这块后跟的扭动 以及对其他中底部分的拉扯 会导致不必要的形变 造成做动作泄力 总体来看 性能上我认为它只适合追求前掌贴地感灵活性 另外变向后撤步 以及one motion投篮 用的比较多的轻其中外线球员 好了以上就是这双特雷扬一代的实战测评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三连支持一波 对于它有任何的看法 也欢迎留言讨论 实战过的朋友也请记得分享下你的实战感受 最后还是感谢你们的观看与支持 这次的专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